不怕死的史官,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国家,悠久的历史是靠文字记载下来的。 在古时候,有一种史官家族,他们家族代代相传的责任,就是把国家发生的重大事件真实的记录下来。 为了真实的记录历史,史官能有时甚至要付出生命。 春秋时期,齐国的一位国君齐庄公和向国崔柱的妻子有私情,于是崔柱想了一个计谋,把齐庄公杀了。 把齐庄公的弟弟立为新国君齐景公。 之后,崔柱叫来当时一个史官家族代儿子伯,让他记住这件事。 崔柱对史官伯说:"你写,齐庄公是生病死的。 伯听了对崔柱说:"按照事实写历史,是我们史官的本分。 我不能捏造事实。 崔柱没想到一个史官,只凭手里的一支笔,也敢反对他。 就生计地问道:"那你打算怎么写?" 史官伯说:"我写给你看吧。 崔柱等他写好,拿来竹简一看,上面写着:"下午月,崔柱谋杀齐庄公。 崔柱一看发火了,说:"你长着几个脑袋,敢这么写,冲写。 史官伯说:"我虽然只有一个脑袋,可是你叫我捏造事实,我情愿不要这个脑袋。 崔柱就把他杀了。 史官伯的弟弟仲,接替他哥哥当了新的史官。 崔柱要看看这位新的史官是怎么写的。 史官众就把写好的竹简递给他。 崔柱一看,上面还是写着:"下午月,崔柱谋杀齐庄公。 崔柱气得说不出话来。 他想不到天下竟然有这样不怕死的人。 他问史官众:"你难道能看见你哥哥是怎么死的吗? 你不怕我也把你杀了吗?" 史官众平静地说:"史官不怕死。 怕的是不忠实。 你就是再把我杀了。 难道你还能把天下所有的史官都杀了吗?" 崔柱二话不说,让人把史官众也杀了。 史官众的弟弟叔接替众当了新的史官。 他还是照哥哥那样记录事实,也被崔柱杀了。 崔柱一连杀了史官家兄弟三人,虽然气得不得了,可是也挺怕他。 叔的弟弟季接替哥哥以后,崔柱把季写的竹简拿来一看,上面还是那句话。 崔柱对季说:"你难道不爱惜生命吗?" 西说:"没有人不爱惜生命,但是记录事实是史官的本分。 今天我要是贪生怕死,就失去了史官的本分。 我不如尽了本分,然后去死。 请您也要想开一点,就是我不写,天下还有写的人。 您不许我写,可是您不能改变事实,您越是杀害史官,就越显出您的不对。 崔柱叹了一口气,就不杀他了。 当史官记碰着写好了的竹简出来,看见另一个史官家族的人抱着竹简和笔,正迎面向他走来。 那人对记说:"我听说你的三个哥哥都被杀了,怕你也保不住性命。 我是准备来接替你的。 史官记把写好的竹简给他看,那人这才放心回去了。 那之前的 painful。 你一直都不打算了。 我听说我听说。 我有没有可能,但是我用那个温暖力去了。